這部分我要繪製出有關這個年齡哪個年齡 然後呢他會常購買的所謂的那個最常的購買的設計類雜誌 做一個分析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游標一樣是放在這個範圍裡面按插入 插入存有分析表 給第一個按確定 第二個當然主要我們是希望知道說哪一種設計類雜誌 所以我們可以把最常購買的設計類雜誌拖拉到列標籤 然後呢把那個年齡拖拉到藍標籤 然後並且把那個最常購買的那個哪一種設計雜誌再拖拉到值 因為值是統計他的數量 不同年齡層的不同的數量 那你會發現馬上就跑出我們要的結果 不同的年齡層他會購買的哪一種類型的那個數量都出來了 當然甚至你可以把這邊改成百分比 他購買哪一種雜誌的百分比最多 那同樣也會發生同樣問題 所以說裡面有沒有空白的資料 那空白的資料怎麼辦呢 一樣喔 你就把它在什麼選項裡面 要選項 不過好像有同學新的版本應該是什麼 好像什麼分析選項嘛 反正我印象中好像位置是一樣的 把那個若為空白出稱格把它改為0就可以了 我先把它輸零 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看起來應該就相對完善 然後甚至你可以把藍標籤 如果這藍標籤你不知道放什麼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然後列標籤這個 這個也可以把它delete掉 OK 那我們基本上呢 就有一個這個 一個分析表出來 那再來的話呢 後面當然你可以試著把它 這個圖表給繪製出來 那我在110這個 112頁吧 有這個圖 不過你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如果像這樣的圖 假如說呢 用之前的直條圖來顯示的話 每一般只有數量 但其實一般如果 以怎麼講 以調查的結果 其實應該除了數量之外 盡量還是把比例的 這個比例部分的圖給加進來 所以如果以這個來看 我是建議最後怎麼樣 你可以把這個圖 甚至做成什麼 剛剛有講過 叫做百分比的堆疊直條圖 因為百分比堆疊直條圖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把百分比的這個效果 加到圖裡面去 OK 所以如果我想要知道呢 各個雜誌 它所佔的比例的話 那我可以嗎 甚至可以把那個110 二頁裡面的那個圖 把它改一下 改成這個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如果用堆疊直條圖來秀的話 就會看出 每一個 這個什麼呢 每一個雜誌 不同的年齡層 有沒有 所佔的比重 那你可以看到了 如果以包裝設計類的話 那顏色最多當然 一般最多就是46歲以上 那這邊的話 如果是平面設計的話 似乎也是 然後另外還有年紀比較輕 15歲以下 所以你看每個佔比 像這個佔比最高 就46歲以上 那16歲到30歲的 相對的也比較多一些些 那最後的話 請各位就是把這個圖 繪製出來 那裡面有幾個重點 我這邊有提到 第一個 請你把那個 版面設計稍微做個變更 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 把那個圖片的標題 我本來是放在 上一個練習是放在什麼 至終重疊的標題 那這個練習的話 請你改成什麼 在圖表的上方 圖表上方 那其他的部分都一樣 包含就是說 上面的 這個圖表上方 那他的字的大小 就24 跟剛剛一樣 微軟正黑體 然後字的顏色也許 用個紅色的字 第一個 第二的話 它哪些地方不一樣 再來的話 還有就是說 我們的圖裡 剛剛那個圖裡 我們是放在左邊 不過我這邊的話 是把它放在上面 因為發現放上面 好像比較OK 那左邊有時候 不好閱讀 因為如果它比對 哪一個佔比多少 有時候放在上面 兩邊這樣參照 會比較 不會說找不到 到底哪一個圖 的顏色 顏色 是代表哪一個年齡層 所以這個有時候 放的位置要稍微 盡量貼心一點 再來的話呢 我這邊上面 是沒有資料標籤 所以我沒有無 你也可以試著 在資料裡面 看一邊要放 至中 或者是內側等等的效果 也可以把它加一下 不過我這邊多一個東西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個人數 這個人數的話 它也是個標題 這個標題 叫做做標軸的標題 如果我現在加用做標軸的標題 那縱項的話 就是垂直的做標軸 所以我這邊其實 我是在做標軸裡面 增加一個什麼 垂直標題 如果我今天希望在垂直做標軸上面 要增加兩個字 叫人數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所謂的那個 做標軸上面 再增加一下 垂直做標軸 然後其他的話呢 還有格線 格線我基本上是全部的格線 就是垂直的主要次要 跟水平的主要次要 應該是垂直的 垂直的我是主要格線 水平的話也是主要跟次要 跟前一個部分是一樣 不過這個效果 也許你可以再做調整一下吧 盡量多了解一下 上面的相關的效果 有沒有什麼樣的變化 那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上面的字 就是像底下這個字 如果你要調整它的字的大小 其實也是一樣可以從常用裡面 去變化它的字的大小 比如說你可以再把這個字 選取下面這個 類別名稱 然後你可以再選一下 可是 假設 10號是太小 你可以再把它稍微調大一點點 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就自行再練習一下 這個 最後最常購買的 這個雜誌的那個報表 最後呢 我們還有一個部分 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需要再增加一個交叉分析的條件 比如說除了說剛剛有年齡之外 這個是最後的 如果還要再增加說 所謂的了解性別 這個裡面年齡 那除了這些之外 我想知道男生女生 或者是教育程度的話 那其實喔 當然你新版 2010以後有交叉分析器 如果我是舊版的話 比如說2007的話 其實你還可以怎麼樣 把性別拖拉到哪裡 報表 這個篩選裡面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他在做進一步篩選 了解什麼 男生或女生的選擇差異的話 你是可以再多增加一個選項 比如說性別 放在這個上方 如果想知道說 如果男生跟女生有什麼差別 那你就選女生的結果 女生的結果出來 那你可以再去篩選男生的結果 甚至如果一個條件不夠的話 你還可以再把教育程度 再拉到報表篩選裡面 那就可以再去針對女生的 比如說大專的程度 再去把條件結果篩出來 這樣如果你的資料過大的話 哇 你可以發現 每一個不同的性別 教育程度 年齡層 最後的選擇 其實會有很大的差異 那怎麼樣表現很大的差異 你可以甚至可以把那個結果的圖 也順便把它繪製出來 這樣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很多 在數字表象裡面 看不到的一些結果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可以再延伸 再了解一下 這個是有關交叉分析的部分 OK 那 如果是新版的話 你們其實你們可以看一下 有個叫交叉分析器 那其實我覺得它用法 跟剛剛講的這個報表篩選的功能 其實還蠻類似的 所以有的時候 我覺得新版跟舊版 好像其實用起來沒參加 所以有時候乾脆直接用報表篩選 我就不會用新的功能去做一些事情 好 那這個路面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然後最後的話 試著把這個圖 可以繪製出來 OK